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价缓账 而且一年内都不会账 马总统也亲自宣布 自明年十月一日起 电价要反映国际燃料成本 依浮动机制调整 后年起实施 这可以说是马总统跟陈冲内阁 积极明快 回应民意 大快人心的最好政策 我们面临全球经济不景气 经济成长力不断往下修 保二都很困难 而且物价失业率飙高 人民苦不堪言 而且台湾是一个典型气候变迁的灾难小岛 花东地区的原住民流离失所 使内阁能够体系民困 解决瞑目 值得大家为电价缓账的政策 同声喝彩 本席主张 使内阁团队已经渐入佳境 台联和民进党何必倒阁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APEC会议连战先生担任特使 在外交方面掌握了突破性的成果 非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 同意我们加入ICAO 台美及贸易投资架构协议 也与日本未来要谈一业合作 也跟美国国务卿希腊人理事达成共识 未来要商谈TIFA 这个都是我们外交重大的突破 也是马政府上任以来 推动和平开放的两岸关系 及活路外交累积而成的丰硕成果 大家应该要珍惜 应以肯定 不要只为党派一起支持 致全国国家发展已不顾 陈内阁团队已经渐入佳境 何必倒阁呢